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吗 那以后我们在学校里面一起来学 古董是为人所珍视的古代器物 是先人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 在这上面沉积着无数的历史 文化 社会信息 而这些信息又是任何一件其他的器物所无法取代的 因为古董可以作为一种玩物 所以后来民间也称之为古玩 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 历史悠久 文化深厚 收藏的种类也难以计数 收藏古玩实际是知识的修养 眼力的比拼 乐趣的享受 精神的寄托 它以无声的语言静静地告诉我们 悠久的历史和祖先辛勤劳动的智慧 古玩的点滴都反映着历史的积淀 给人们留下了生动曲折的民族故事 哈尔滨的古玩收藏市场 兴趣于中东铁路热和老哈尔滨热 在古玩和古董面前 真相永远是真相 历史永远是历史 对吧 特别好玩 你看啊 这些老师都不知道是什么 啊 这些老师都不知道是什么 cell phone 这些老师都不知道是什么 并不要眼的绘华宫门 仔细看来却充满了意味 那精致的石雕与木雕的巨大算盘珠子 把老到外外商文化的老机里 一下就凸显出来 外商文化扑面而来 绘华宫前厅门上的木雕上 写着一段字说得很好 绘华宫是看的艺术 静静地看 一方剧情的生命风采 一座城市的记忆留痕 一个国家的时代存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宝昌园 宝昌园位于中华巴洛克街区的四号园 这里有着97所商铺 是哈尔滨第一个以古玩交易为主题的特色文化远落 收藏着各种珍奇衣宝 老师 这里以前有什么商店 这里之前有琳琅满目的商店 非常的繁华 有鞋帽店 金银店 还有试衣堂药店 茶叶店 皮毛店 理发店 照相馆 非常多的商店 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好不好 好的 那我们一起走吧 好的 众所周知 中国有56个民族 满族是这些少数民族当中 非常庞大的一个群体 在东北地区的白山黑水间 有着满族人的故乡 那么今天就让我们走进他们的生活 老师 这可不是桌子呀 这个呀 这可不是桌子 你看看老师在干什么 这个是床 万利亚 你说对了 这个是我们东北地区特别有特色的床 但是在东北这不叫床 这叫康 万利亚 你来上康试一试 好 你感觉怎么样 有点硬 是不是 虽然它有点硬 但是在夏天的时候 实际上睡起来还是非常凉爽的 以后有机会我们可以试一试 好 万利亚 你来 你看 这像什么 这像小船 哎呀 像小船 那在你的国家 也会把baby 小孩 放在小船里吗 啊 啊 啊 so this one like for the baby yes it's for the baby so 在中国它叫做摇篮 摇篮 对 这就是我们中国传统的摇篮 你喜欢吗 喜欢 那希望将来你有baby的时候 也可以使用这样的摇篮 好 老师 这是一个舞台吗 对 这是老道外大舞台 这里再现了老道外当时辉煌的场景 老道外大舞台的文艺活动 非常的热闹 平日有很多社区组织的各类文艺会演 地方戏 少儿演出 以及各类的文艺比赛 当然你也可以在这里结交很多的朋友 也会有很多的小朋友在这里跟你一起玩耍 那么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好的 感谢观优优独播放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